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欧美股市的变化 道琼NASA都大涨 不过是沙尾盘 那我相信你很清楚的是 昨天的欧股 这是法兰克福 直接来到这边 那当然这个 风暴的中心在 这个英国嘛 对不对 也大涨 好 特别你去看 或许从六月中的 这个MACI要纳 这个A股 为权重到英国脱欧事件 好像发展的结果 对多头有利 从这两个事件 但是 在事件落幕过后 你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看 原有 它应该要进行的方向 以及它该有的一些 原本的一个样貌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可能你会说 就是之前预期他要脱欧嘛 所以这个先跌嘛 后来好像又脱欧 又涨回去 那 只是回到原点嘛 回到原点嘛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好比 四月底我跟你讲 美国道琼指数 它是整理 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在整理 我相信 来 我再把道琼 有哦 他就是在整理嘛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整理 你如果看太好 好像也 也不对 看太麦 也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 四波不规则修正嘛 拍走嘛 我知道嘛 拍走嘛 所以 你的 每天 那个高低点 或者是说 你要去抓它的脉动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好做 因为它不是连续性的下跌 也不是连续性的上涨嘛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看台股这一段时间 你看哦 看似很强 又变弱了 看似很弱 连弹两天 连弹两天 我又创新低 创新低 又给你连弹三天 敢跑走 拍走嘛 好 再回过头来 道琼在整理 但是它有一个隐忧 我已经塞在 这手边 扔在路上 Apple 所以它留了一根上影线嘛 对不对 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就是说 当事件落幕之后 一切回归平静 要沿该有的方向行进 我相信在这个四月中下旬 我跟大家讲说 道琼 你看每个美国的一个股市的内容 它在涨什么 Amazon 最强是Amazon 当然之前也有涨Facebook 这是代表什么 网路 代表什么 云端 叠这个嘛 所以 头部你心里要有个底 我个人认为 这边还不是到那种要大涨特涨的时机 我认为时间怎么不够 所以 这边要整理或修正的几率会比较高 好那重点来了 当然它流上引线 早盘 电子盘也有涨 所以如果说按照它昨天有机会来挑战这边的话 那意思是说 台股是有机会来挑战缺口的 因为按照相对的位置 所以你今天操作的重点 应该是要在于它的位置 头部你来看 这个位置 你看哦 你要怎么抓 这边的缺口大概是在 90嘛 对不对 90嘛 到目前为止 最高8681嘛 它大概就是 缺口有补 但是没有完全回补 好重点来了 你要去怎么推算今天的这个高低点 那就很重要嘛 好 头部你看 长成这样吧 那因为昨天美股涨 所以它有机会再往上去 挑战这个缺口 好 重点来了 8点35分 美股大涨日韩却开低 那代表 我们 雅谷有可能领先反应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其他雅谷 预计今日压力在这边 好 因为很简单嘛 你把 那个 缺口 到目前为止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8525嘛 有没有 是不是落入这个压力带 有吗 看这 高点36分 台子07定价8525放空 8525 8525 好 朋友你看 我们就用一分线 9点56分 8525 9点56分嘛 对不 加8525 9点56分嘛 这不是火车过得在噴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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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发出这个讯息 8525放空 8525放空 今天的高點在哪裡 到目前為止 今天的高點在哪裡 Bingo 哦 那有這樣 準跟一點都不差 敢不太準 特別我們過去常常有這樣的 代表做 當天的高低點真的一點都不差 就是被我們抓準了 很簡單嘛 你今天開低 如果你是急著去追攻你 你一定是被尬嘛 所以我們當然試算好的點位 在該有的位置去做該有的動作 因為我知道這邊的確不好做 上上下下一下 大漲一下大跌嘛 擾亂 也不是擾亂了 就是說在每個時段 每個位階 它有不同該要行進的一個方向 那這邊如果 我看得沒錯啦 這邊應該還是在一個四波的修正 應該是一個箱形的四波啦 你聽我的意思喔 那很簡單啦 那既然它是四波 那你就要去了解 是不是越接近高點的時候越危險 你聽我的意思喔 因為它可以失敗嘛 你說會不會過高 我先打一個問號啦 或許 一、兩、三、四、五 要去過高 可是它可以失敗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那 這個量又出不來 所以我這個合理的假設 這個假設應該是合理的嘛 除非你後面亮滾亮出來 我就認為說你有可能要去走 比較不一樣的道路 可是就目前為止 我所看到的應該比較不像是這種行進的方向 好 那重點來了喔 今天缺口補了 補了很多啦 差一點點沒有完全補掉 可是你去看相對位置在其他國家喔 我舉例喔 這個叫南韓 欸 人在這裡耶 人的缺口在這裡耶 好 你再來看 這個叫橫升 人的缺口在這裡耶 台股當然比預期中的要強 這個我們都承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適度的去做一些調整跟修正 因為我們也預料到說這個行情的確 超乎比我們的預期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之前一定有跟大家講說 留意國際股市變化 他會拖時間嘛 在6月3號 轉折點有幫你抓嘛對不對 然後 6月8號見到高點嘛 21天轉折 這個是在8700以上 端午前 端午駕駕駛 駕駕駛之前 21天轉折 跳水了 四波修正 然後呢 然後呢 右肩形態 結果沒來 然後我們8500 然後我們8500 賣權 避險成功 反彈2到3天 那 看他是強勢反彈還是弱勢反彈 好 特別你看喔 一天 兩天 三天 有喔 我都有先講喔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好 你不規則就算你先上去嘛 那你這個要不要下來滿足 我的意思說至少這個ABC 或許你現在走的是比較不規則的一個 行情啊 可是這個需不需要來滿足 這個是接下來你要去留意的 那這個 我都有講嘛 先是反彈嘛 週二就今天關鍵嘛 你聽我話意思說 量能要補嘛 可是摩台要轉強嘛 這兩個至少到昨天為止 我們都沒有看到嘛 你聽我話意思說 你說今天用這種量 你要強度關山 坦白講 你掌600的 今天差不多6-5 這淨淨淨淨淨淨都也800的 有喔 7-800 你說 你600多億就要強度關山 好像有一點難度嘛 除非你後面 你先讓我看到8-1 至少的8-1 可是目前為止 好像看不太出來 那你說摩台有沒有轉強 好像也沒有耶 它還是維持大概三大點 三點二大點的逆價差 那你的台子是有收斂啦 收斂到大概150點 本來200點 可是問題是說 最主要的 要結算的是 月底的摩台嘛 台子7月 稍微比較久 那摩台都沒有比較明顯的轉強 所以我會比較 持一個保守 甚至我認為會往下去做一個修正跟整理 這是我的看法 那因為這個未平倉又高達 8.3萬口 它是一個不小的水位喔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8.3萬口代表有多跟有空在裡面 當然你現在看起來好像是空 這一段是賺的嘛 可是人家空 打死不退耶 8萬多口耶 那按照過去的經驗 就是說 你未平倉一高 後面我們看到 的確 往下修正或是整理的機會是比較大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務必 對於目前在 我認為指數是相對高檔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有一些 呃 該有的動作 或是說調整的策略 所謂調整的策略 所謂調整的策略 當然 我認為啦 齊全是可以去適度的去做一些 避險的動作 那個股你就必須要去做一些調整 我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 昨天到窮水暗站 可是流上引線 跌的是Apple 所以 這邊 對於蘋果的 銷售量 關係到我們的供應鏈 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不好 選對股跟選錯股 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差別 那我們今天的 跟你講生技的部分 南光就創新高嘛 這就是選對股嘛 可以不用管大盤震盪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那 接下來的主軸 我認為還是會在生技 好不好 那三大長時間到 經濟動工作 我們再回來分享 好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吹吉他 請用吉他 無分珠 無分珠 不好 好 並打脫步 張老師 其子操作三大保證 一 保證只有單一訊息 絕對無多種模組 誇大不實 二 保證只有單邊買賣訊 不會同時掛出多空雙獎單欺騙會員 三 保證待進待出 嚴守停損頻率機制 電視績效 絕不造假 張老師 犧牲會情專案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驗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針煮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底的巨輪 因為珍惜脫步 所以全力以赴 運打脫步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意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床 一隻就是見 天然每天 歡迎回到現場 好 從你們來 這單的高評叫南光 創新高 波段新高 他這個應該是遠比大盤 還要來得強 好 那你看 你要怎麼樣找強勢股 很簡單嘛 從他的族群找 這個是在我們5月19號就發現了 上規的生意指數率先占上季線 而5月底大盤才占上季線 所以他是領先的族群跟個股 所以生技股裡面絕對會有大行情 這是之前我們就已經提醒過大家的 那果不其然 後面這個善規聲音 創新高了嘛 那這一段時間我們也跟大家從敘附百言 講到南光嘛 對不對 敘附跟百言我就不用再講了嘛 你看敘附他還是很強勢嘛 對不對 然後百言我們是不是做這一段 他現在先進入整理嘛 我們做短線做這一段嘛 好 那後面為什麼是南光 這是他剛突破的時候喔 剛突破的時候 來 四四八到四十五買 當時候我遮牌 後來我開牌嘛 對不對 因為已經脫離我們成本了 有沒有 買在這邊喔 嘘 要不要經過整理或震盪 一定要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可是為什麼我們堅持 說穿了生技股就是未來主流嘛 那當然我們要找他的業績面好的嘛 對不對 那你去看南光喔 特別你看喔 你看他這個 從去年到今年上賣 這個大部分都是做一個成長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去年2.17元是他歷史新高 那你看第一季又賺了0.65元喔 第一季就賺了0.65元喔 又比去年還要高 你聽懂的意思嗎 那你看喔 他的毛利率 有沒有從二字頭 39% 又是新高 所以未來 可遇見的他的一個 產品的毛利的結構 一定是往上提升嘛 那你只要營收 稍微有一點增加 他毛利就會增加很多 那代表他的 產品的結構也去做調整 所以 他可以創新高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聽懂的 你聽懂的意思嗎 好 當然我知道 生技股 或許有些人認同 可是有些人還徘徊不定 因為可能之前受到生技股的一些傷害 我這樣講喔 你要操作生技股 當然一定要看指標嘛 你去看喔 這個叫浩底 他今天創了一個新高 短線的新高啦 當然離這邊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他一定是生技股的指標 沒有錯 只要他還在往上走 那生技股 他絕對是一個輪動的過程當中 所以很清楚的 台藥 他是 也算是這個原料藥裡面的一個指標 他今天也創新高了 你聽懂的意思嗎 就是生技股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他開始進入比價效應 或者是進入擴散效應 也就是說你如果能夠先掌握 哪一支股廟被低估的還在低檔的 那可能就是後面 等到有法人去發現他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這個大力琢磨的一個時候 所以特朗你去想想看喔 耗鼎 他之所以現在還能夠維持在這麼高的一個價位 那代表他的確有他的 後面的一個 我們不要講想像題材啦 當然還未實現之前是在想像沒有錯 可是萬一他的一個新耀在未來 他是可以上市到檯面中的 那這個就是 會符合大家的一個預期嘛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 他之所以維持這樣的一個狀況 代表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那我跟大家講 他的那個新耀裡面 我相信大家有聽過 這個免疫療法 免疫療法的部分 是他這個股價可以維持在相對高檔的一個原因 好 特朗你去想想看喔 檯面中有很多 呃 神技股裡面 也有踏入 免疫療法 也有跨入可能 相關的一個新耀的領域 你要怎麼樣去篩選 那很簡單 我們一定是從整個基本面到籌碼面 去做一個適度的一個篩選 在新耀的部分 我說 只要他不醉 一定會有比較效應嘛 所以你看喔 從上禮拜的安辰藥 這支嘛 已經有宣示的作用了 這在底部嘛 掌停之後 欸 這整理啊 你看連一半都不破嘛 所以 這個拉回來 你一定要正向看待 你聽懂的意思嗎 好 安辰藥過後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跟大家講成業一 對不對 你看喔 從一百四跌到大概只有 前面的那個一不見了 那你去想想看 上市跪之後這樣跌 當然股東 難道都不會想要有動作嗎 不可能嗎 那當然 不可能 一家公司 不可能 不會藉由他的一個基本面去 去做一些改變嘛 他應該也要有基本面 才有可能上漲嘛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機會 這個股價已經在抵擋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重點 耗鼎是因為免疫療法 維持在股價五百五以上 有一家公司 他的股價沒有那麼高 他也是做免疫療法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籌碼面的部分 在前三四年前兩三年前 大股東所引進的日本的股東私募的價格一百塊 有人套在一百塊 現在股價大概三字頭 如果說免疫療法 對於癌症的免疫療法 後面如果說確認是有效的 那你認為他有沒有機會 去比價耗鼎 你自己去想想看 當然 或許他不一定要漲到幾百塊 可是如果說有一個大股東的解套行情 人家私募的價格是三位數 你現在大概是打三折 多一點點 那基本上這個有沒有機會去吃大股東的豆腐 你聽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就是變成 後面你在生技股的一個選擇方面 我認為啦 把時間拉長來看 這些 第一個風險不大 後面有想像題材 甚至有比價的一個行情 那這幾檔股票我想我們都準備好 而且陸續會帶我們會員去做一個布局的一個動作 好不好 那如果說認同我們的話 電話把它撥通就對了 那最後遇到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融資風險 來看一下 我們會做阿文兄財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轴轮精细的磕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连达头部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乐富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